夠了,兩把刷子 再上 走秀 這邊的單身有點邪門 我瞧,咱們得親自上陣啊 嘿 老子可不信這個鞋 咱們上 好 理論上這一戰是必敗的 但是我們可以靠 一些練化的技巧打敗他 我們先用拿風聲型 先把桌 呃,先幹掉主號好了 主號應該放法數據多 M49D 我們先用黑暗名譽 還是奪破鬼咒啊 力破風陣 攻擊力大將 這也可以 看一下啊 奪破鬼咒可以麻痺嗎 我們先用摩天降臨他們的 命中率降低 看一下喔 奪破鬼咒可以麻痺嗎 欸,我是按錯了 欸,我是按錯了 啊啊啊啊 我覺得古龍德很難撐住 先防禦好了 喔,還好還好還好 還好 防... 防具有練到 練到... 練到位... 果然是不用的 看一下喔 封他們摩好了 CD,還好還好 摩天降臨 喔,可以吸血用對不對 OK 黑暗名譽 絕劍上魂 看我把你們打爆 欸,瘋了瘋了 瘋了 只要用魔王攻擊的話 打我應該是不會通的 死了嗎?死了嗎? 還沒 光猛大法 邪神之咒 大家想看他們發... 放招式嗎? 可是他們... 他放了我很危險 所以我可能沒辦法 讓你們看 能趕快幹掉他們 就幹掉他們 欸,另外一個補血了 啊,奇光玉陣 哇靠 完了完了 果然德應該死了 呵呵呵 所以你要弄瘋魔... 瘋魔神道 封住他們 OK,過關要緊 沒關係,沒關係 我有反...反命神水 欸,反命神水在哪裡 我有反命神水 等一下,反命神水不能復活嗎? 叫還生閃是不是 好 好,我知道了 欸... 沒關係,我們先用這個 我們先把他一直幹掉 再復活 古人德 先把...珠號幹掉 要復活 等一下復活 先把...珠號幹掉 看一下他的血量有多少 問號 再封 他有火跟暗 好,那我們又...五天黑眼 再封 再封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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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哇,打這個很...很刺激耶 哈哈 夏威夷的普攻攻擊 是有那個... 中毒的效果的 試試看,看可不可以讓他中毒 很難中 哦,又來了 還好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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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以 可以,燒刃可以 然後... 後母神道繼續放 我要弄通賣完了 補一下MP 反氣完也可以 反氣完也可以 五天黑眼 偷一下小就是在那個時間軸跑的過程而已 通常可以不用理他 再封一次 快了快了快了 五天黑眼 猛氣破衝 還好還物理攻擊都我們都不太會動 封啊封不碰住 他封我身上一回合就 就解除了 好 祝賀要死了 祝賀要死了 OK 好 好我們換身閃 博倫德 天窗藥 好這樣應該可以 拿命來 神絲換關 沒拿到就算了啦 因為這個我難得打第二次 就算了 好了 你會從來 封用武器 好 你會從來 唯一 都要 marvel 受到 我 那裡糞了 碰一下 放 Crow伸到 他怕冰喔 他怎麼一直閉 閉掉啊 冰華池真的很輕鬆血污 不太痛耶 我們試試看吧 希望這次可以贏 先用奪破鬼咒好了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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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可以 可是消回光放奪破鬼咒就有點... 來不及了 回起來 所以我們只能用這樣 奪破鬼咒一直放 他防禦了 OK 又解防了 好 剩下戰 有中了 中了 有機會 各位 有機會贏 有機會贏 可以可以可以 有中毒效果 太棒了 躲破是麻痹的 沒錯 沒錯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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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再放一次 他就死定了 去死去死 我只拿到紅顏結焰 打贏了 OK 只拿到一個武器 好吧 應該是防不了啊 好 那我們後面快轉吧 周師兄 周先生兄 夠了 你的保衛女兒不會有事的 你急什麼 早知如此 何必擋住 乖哥跟老子走吧 周兄 問公知事交給你了 不過可別弄死這小子 不然事情可就難辦了 嘿 我死也不會讓你們 只要有我在 你們休想碰他 小姑娘 你還想打嗎 我們不是不懂林鄉喜悅之人 但若你強要批命 我們可就顧不了這麼多了 無知下重 萬 萬上三焚神死 只能萬死難止之罪 而人可之神怒之味 請奉神死 以躍解氣 風盡華麗 逆天狂烈 灰面無敵 那 那是什麼 現無魂雨 畢靈姑娘 別亂來 風 風姐姐 是你 冰靈姑娘 這也有我做主 你千萬別亂來 快提下這事件之疑 我登保一地平安無事 嗯 嘿 果然不愧是天咬牌 我們前一講才到 你們這回就已經跟來了 怎麼 風一下 這回你們要四強相逼 插手管制黨是嗎 說我好 我師妹可沒開口問你話 咱們管不敢這男士 也能不倒您管 你給我閉嘴 不害盟主是誰 秦 秦師兄 秦師兄 秦師兄一直不才 受大家推舉為此次西域之行的盟主 秦師兄遠道而來 不至於有何指教 被你們打傷的這批人 我們就帶走了 你可有意義 這 秦為剛 秦為剛 你不要太把人放在眼裡 我秦為剛 便是不把你周城放在眼裡 你又帶如何 弄是讓老子火起 那你和志云派門眾 竟數成事於此 一分難事 你 要不要試試 你 你 我 我大師兄說話不太客氣 得罪之處 請多盡量 好說 小女子沉默 請師兄指教 風女俠 無需客氣 無論關主應該也知道 這位夏侯公子 絕對歹人 是我前她來此 營救詹女的 此間都有任何誤會 儘管找我風女生便是 無論關主 我叫她們受傷的不輕 且先讓我帶她回梁州疗傷 於是咱們再做道理如何 這這真是沒問題 既然詹女已經平安救回 此次正和告一段落 風姐姐 我可不知道 你有這麼大的面子 還好你來得及死 不然我們可就慘了 對不起一地 都快要半途離開 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你不要緊吧 我不要緊 好痛 全身好痛 你沒事吧 走床 你都要做了什麼 只是一枚脆骨神針 沒想到不了的 風女俠 我總答應把人交給你 可沒說我不能向她吃點苦頭 你這 好暗 好冷 這 這裡是哪裡 忽悠 你沒事吧 放心 已經沒事了 兵妮 你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你怎麼這樣說呢 我是專神指派給你的見識 付了保護你的使命 誰待在你身邊 在尋常不過的事啊 是啊 無論何時 你總是在我身邊 好像我們出生以來 就一直在一起似的 賓妮 賓妮 不管以後變成怎樣 你願意一直陪在我身邊嗎 你知道的 這是我的使命 也是我的心願 是 是這樣嗎 那真是太好了 嗯 好好休息吧 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都會用我的心命和幻鍵保護你的 賓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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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覺得怎麼樣 呃 全身心骨酸到 好像黏住了好幾天的苦 苦意 別的倒還好 我是怎麼了 風女霞說 那個叫周崇的 被破膠母交出 又被大笑面子 一直氣憤不過 所以安妮 對你發了一枚脆骨神針泄恨 脆骨神針 聽起來怪可怕的 風女霞說 那紫雲派的獨門獨真 本身要拿情無敵手用的 這毒不上人命 但中毒則會全身驅動 力氣全失 之後連續混睡三天三夜風醒 原來如此 那 我也睡了三天了嗎 嗯 如果沒記錯 我們回兩週後 引住的睡了兩天養夜 加上在馬車的兩天 應該有四天之久 我睡了這麼久啊 冰妮 這段時間 該不會 都是你在看顧我吧 也不能全說是我 木龍姑娘 忙進忙出的幫你找大夫 抓藥煎藥 她也是很關心你的 嗯 躺了這麼久 我也該活動活動筋骨了 等等 風女霞說 最果神針之毒是不上性命 但對手足筋骨有損 你還是多談一下的好 唉唷 這邊要選劇情了喔 我看一下要選什麼 再躺一會 蛤 瞧你端心成這樣 我還是聽你的好了 不過躺太久 怪難受的 就這樣坐到床上好嗎 還是不放心嗎 來 把你的手給我 手 啊 瞧 我的手邊也還暖 我這樣要算是個 毒傷未癒的人嗎 如果你還不放心的話 就一直這樣握著好了 擺明是要 趁機吃豆腐 不 呃 我我只是開開玩笑而已 你應該不會生氣了吧 不 我只是 忽然想起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已經忘了在何時有過 和煥靈的感覺 很久很久以前嗎 賓妮 這些日子以來 我一直有一些話 想單獨和你談談 現在左右都沒有人了 就在這裡對你說了吧 誰說沒人的啊 旁邊古人都坐到這邊 老實說 你說的那些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半年也不記得 也不明白你為何選擇跟我走 我相信你絕不 絕不是在對我胡言亂語 也絕不是討厭你待在我身邊 可是 我真的是 你在尋找的人嗎 如果是 那又是為什麼 你還是 一點都不記得嗎 是啊 不是在 墓裡見到 或其他什麼的 我的確記得你的名字 可是 就僅此而已 老實說 我你到底是誰 都不知道 沒關係 有一天 你一定會 像我一樣慢慢回想起來的 我已經等了這麼久 我已經等了這麼久 不在乎再多 等著一點點時日 你想起一些事情了嗎 在什麼時候想起的 再看到龐沙堡大廳內的壁畫室 那壁畫上會的是尊神後面兩人 只是那時的你 要貌和現在大大不同 你就算看到了 大概也認不出來 那 那真的是千年之前的事嗎 古道哥和老師 荒舶保守都這麼說 難道你真的是千年之前的人 或許真是如此吧 直到你沒有把我喚醒為止 我一直都在那裡沉睡著 不知道究竟沉睡了多久 或許真有千載之友吧 若非如此長久的時光 我不會把這壹切都忘了一乾二淨 而即使經過那壁畫 也只能讓我想起一些浮誇要臉而已 你一定覺得 我的話很耐以置信吧 不 我當然相信你 雖然是如真似幻的影像 但我還依稀記得 好像這樣伴在我身邊的時刻 那遙遠而又熟悉的感覺 或許就是來自那千年前的記憶吧 百年也好 千年也好 只要這壹切是真有其次 我們也不必 基於一時 總有一天 我們會再想起這壹切的 嗯 冰冰姐姐 要湯來囉 咦 下午大哥 你醒了 咦 大夫說 又湯要趁熱喝彩我笑 冰冰姐姐 直接麻煩你了 我 我先出去了 學妹 你怎麼了 我 我沒什麼 一定是剛才熬藥時給 燕薰衣的眼睛 胡說 這不像你平時的樣子 只欺負你了 我去給你出去 這是你啊 哈哈哈哈 沒 沒這回事 大師哥 這不干你的事 啊 古隆德終於醒了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了 是冰姐姐的聲音 他們在隔壁房裡嗎 神妹 難道你一定要只用再說一次 你忘了當初師父 決心將三師弟 逐出門牆死 對我們說了什麼話 他說 這一切 原非生兒之過 但他難是寬靈力魄轉身 不論咱們如何三斤交魂 他至少都會重墮幽暗邪海 既然他難 難脫此說命糾纏 咱們只能及早行事 不讓他洗得本門走速 也是為了挺像長生的將來 我不相信 三師兄的為人再清楚不過了 師父突然做此決定之前 有誰會覺得他將他會成為邪派 大師哥 受傷你只記錄了三師兄而已 你明知我喜歡他 所以借師父之眼將他排擠出去 師父只說 不能讓他繼續修習本派訴訪 可沒說不准他回本門酗酒 沒說不准他回來見我 神妹 我也是為你你好 大師兄 我從小都敬奏你的天賦而修為 如果沒有三師兄的話 其實你比我長得十幾歲 我會心難答應你的求情 要怪 就怪命運弄人 如今我的一顆心 早就請給了三師兄 你在說什麼 也是往南 大師兄 我依然是天躍派中人 也依然是你的小師妹 只求你別逼我斷絕這份師兄妹的情誼 就讓我 讓我跟著三師兄去吧 可是三師弟這幾年來 一直行蹤不明 就讓他親口告訴你要來西域 西域何其廣大 你卻要如何在這茫茫荒漠中找到他 我能不能再見他一面 就像死了也不甘願 就像花上五年思念 為了在這裡找他去 神妹 如果 如果你是為了 寄在書中那個女孩兒 我無所謂 只要是你的骨肉 我都願意當自己的孩子來撫養 只要你答應和我回治療峰 大師兄 孩子的事 你 你怎麼會知道 神妹 之前你不告而別 我和二師兄 二師弟十分擔心 且能似乎向你的親人就是打聽 這才意外發現此事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還有什麼好說的 大師兄 或許咱們此生註定無緣 孩子的事我自己會打理 你 你就問我這個傻師妹吧 既然如此 我就不太多說些什麼了 這回神缺空災女 來住親吻 我們天咬牌組織 我和二師弟會留在梁州水行 若你改變的心意 我是有事要大師兄幫忙的 儘管來這裡找我們 我們一定幫你做主 師妹愧對師們 但求不再給天咬派遺休惹禍便是 這個勞動兩位師兄 唉 師妹 你好好想想吧 我 出去外面上上心 師妹 大師兄這人嚴肅致烈 對彈琴受愛極致口拙 雖不曾對你說過獵幕之情 但他在本門照顧你 可說是無尾不至 旁人有些看不出來他的心意 大師兄心情如此暴躁故話 從來容不得他 他人一句惡言惡語 他今天能對你忍讓致詞 只是因為對你用情自身之故 不知道 師妹 二師兄只是沒資格對你說些什麼 但今日聽二師兄一聲勸 所謂當局證明 其實凡是在心念一轉見 師父的話並非沒有道理 大師兄也未必不是家旅 你 還是再好好想一想吧 是 師妹 還有一件事想對你提一下 那個金髮少年 他身上的黑旗 和三師弟有點像 我並非對他存疑 不過我未防萬一 你也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這我也察覺到了 或許我 就是特別喜歡這種 邪技抽味箱頭也不一定 不過二師兄平放心 我也有意的 被老說這種讓二師兄擔心的話了 時候不早了 你應該回訪休息了 咱們改天再說 那麽我先回訪了 二師兄 你也找你安歇吧 咦 你們都還醒著 呃 是啊 欸 我是剛剛端要進來的 呵呵呵呵 一滴 玄機 剛才我在領防說的話 你們都聽見了是不是 嗯 不過 我們不是有意要去聽的 我知道 一定 這件事我不是有意要瞞你 但事關你為何被捲入這場風波 我想你也有權知道 如果你不累的話 我現在就慢慢說給你聽好嗎 我一定都不累 風姐姐 你坐下來說吧 嗯 這要從17年前說起 17年前 我的爹娘在一場橫沫中霜亡 那年我才五歲 我的師父 忍成金天神手的上一大天躍派展門 和我的爹乃是好友 曾經在固有之情上 將我帶回皇上 治療豐盛會的門徒 本派的祖師爺 才智修為其高 當時可說是天下第一 他導人家收徒替灑起言 起言令規定本門密法絕學不可外傳 因此我們天躍派在中原劍術一流中 不但最是神秘 弟子的書法修為也遠勝他派 容易所見 那種種到大師兄威壓下 敢怒不敢言 便知我天躍派在中原想如何威靡 師父是剛在固人之情才收我入門 弟子中自然以我修為悟性最差 而三個師兄就大大不同 各位都是師父精挑細選的俊秀良才 大師兄秦為剛 占我十多歲 我進門時已經帶師父掌管門務 在各拍之前也頗為名聲 二師兄是連長後才拜我師父為師 年紀甚至比大師兄還長 一直在子療風上 和我最是要好的 就是掌握五歲的三師兄黃埔森了 黃埔森? 一弟? 這...怎麼了? 不 沒事 鳳姐姐 你繼續說下去 我和三師兄可說是從小一起長大的 對我而言 他是父母雙王中 在我子療風上唯得輕人 也不是成熟的時候開始 或許在我還不明白什麼是藍允情愛之前 我就喜歡上了他 三師兄 嚴肅冷靜的大師兄 同心未免的二師兄不同 他平常話不多 總是一個人默默的不知道他想些什麼 可是當我搞得了什麼事 惹是否生氣 或是早該學會的做法一直學不會時 他總是二話不說的幫我解決 當時我早腦沮喪時 他也會爛著性子聽我發那些孩子氣的牢騷 他 總是那樣溫柔的望著我微笑 像世間的一切不如意 他都會為我承擔一般 然而 我從入門以來 就覺得師父並不喜歡三師兄 而直到三年前 我才知道是怎麼會回事 三師兄他 他是兄年兄月出身的愛心之子 師父送他入門 是為了究竟監視 便嘗試 能否以神通聖法 震懾他的荒滾凶性 但是 在那樣的練法之時 三師兄的火作不知為何 託夫化為狂猛黑眼 攻破了二師兄的呼聲禁止 二師兄僅以生免 師父長大一生之後 當場將不知所措的三師兄 豐富於乏壁之中 然後在當晚召集我們三個徒兒 說明將三師兄逐出門牆之意 大師兄極力贊成此舉 我則拼命反對 雖然師父之後沒有改變原意 但在我力縮之下 他沒有廢掉三師兄的修為 只是不許在 在修煉天涯派的絕學 師父對三師兄並非沒有師徒之情 然而那黃魂術破 非人治所能化解 他也能出此下策 可是 可是在他離開滿一年後 大師兄卻偷偷向師父提親 希望能娶我為妻 師父他當然心難答應 可是當他問我此事時 我才想起那份大師兄 立足將三師兄逐出本派 即一次懷有私心 我當面質問大師兄此事 他承認自己 卻有此心 卻有歷程 莎師兄身懷力性 並非可以信奈之忍 我又是生氣 又是難過 師弟三師兄為此受的委屈 心裡 並越發想念起他來 最後 殺不住想盡他的念頭 那晚偷偷離開了子療峰 漫無去向的四處尋找他 我自己離開師門 就在外面闖蕩的半年 三師兄一年來 音訓全無 我也不知道去哪裡找他 我只是向市政一個一個 經過一個一個的市政 像五祖孤魂般的走走停停 途中偶爾擺個攤子聽著算命 或幫人劈血去貨 賺點盤產 日子也還過得去 就在那年的中秋前夕 我這樣一路到了太原 夜裡月色正明 我由心呼發 帶一堂酒去西湖邊涼亭閃月 我走到情前時 只見裡面已有掀客來到 正要出身打個渣火 讓人正好轉過頭來 我在月光下看見他的臉龐時 差點不敢瞎見自己的眼睛 那是三師兄 我從來沒想到過 天下境會如此知巧的事 或許 真是天 可靈 見吧 鳳姐姐 這一定是你們三生有緣 所以千里來相會 我天娘這麼說過 是吧 是啊 不然以天下之大 怎麼能這麼挫巧 師兄也沒想到會遇到我 我們驚喜之餘 一邊交杯相敬 一邊呼吸這些日子以來的種種 那是我心裡 歡喜萬分 每一會兒我就喝醉了 咪咪呼呼之間 只記得三師兄把我抱回房裡 將我放到了他上 他趁著三分九一靠著上來 我沒有拒絕他 寫過我們 冰華如霜 明月一寒 今晚應是中秋團圓之息 月色 卻這麼的人 三師兄 神妹 你不該出現的 只怪我孤身在外 一時激情難耐 竟然對你做下這種糊塗事 沒這回事 沒這回事 三師哥 你知道的 我心裡早就是你的人了 這件事 我是心甘情願的 就算一輩子不回治療瘋也無所謂 咱們就這樣找個沒能知道的地方 一輩子失守好嗎 三師兄 你 為何不回島 你不願意嗎 神妹 你不能跟著我走 如果你跟在我身邊 我怕會害了你 為什麼 你知道師父為何將我阻止門牆 當老人家並非亂加罪名於我 我的確是凶黃利素的降生 命中注定會另一天回到 屠害長生 神妹 即使非我所願 只要有一天 我還是會害了你 三師哥 我不在乎這件事 你應該明白我的信念才是 神妹 如果你真這麼想 那麼 你再等我個幾年好嗎 為什麼 我曾隔到高人之典 用得以距離移工工藥 分動天河 並可化解我的逆天宿命 甚至成就千五狗人的穆大工業 這陰影多年來 我一直待在西域尋找這距離的秘密 這回是會辦些所事才回來中途一趟 沒想到就碰巧遇到了你 三師哥 你這些時日都去了西域 是啊 據說這秘密就位於西域的荒漠之中 我費了九流二胡之力 主張查出了一些眉目 只是這秘密已淹沒了千年之久 因為要查得全貌 只怕還給花上一段時間 我要等你一個幾年 其實 就是為了這個 原來如此 可是要移工工藥 分動天河 那這何等艱難之事 這世間 有誰能做得到 自然有 千年之前 永遠在西域的柔蘭果 建造能夠一心換斗的神 神奇巧蟹 傳說中柔蘭城 混於一場驚人天災 但那其實是為了拼掛漢史復戒子 以此機械的距離 天洛蘭城也列以異界的障眼法 倘若我仍常沒這秘密 那夜幕的洛蘭城重現於世 或許 就能實現我們的夢想 善師哥 此事竟然也太過玄奇 你真的相信我這回事 倘若事處無懼 我總會輕易相信 神妹 你聽我之言 先回紫條峰等我 倘若我真的成就此事 我就是人世之尊 靜下的主宰 那此幾次大師兄 也不能阻止我去見你 三四哥 我當然相信你 只是 我可不想你成了 成了什麼人世之尊 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明辨是非 不要為了一時心急 就做下什麼害人害己的傻事 好嗎 我明白 此事我自有分寸 嗯 三四哥 我相信你 我也一定會等著那一天到來的 謝謝你 師妹 這世間 果真只有你 提解我 即使你明知我之地說 化身 也不曾對我過半分草比 不 三四哥 我怎麼會如此待你 莫妖說我本就不信什麼暗信之子 就我自小所看到那個對我溫柔可惡的三四兄 我也寧可相信是師父他老人家的誤算 從你離開的治療風那時起 我的心思早已隨著你的聲音而去 我真的怕 再也找不到你 再也見不到你了 我真的好思念你 三四哥 神美 不管你要做些什麼事 我依然會一直都相信的你 只是 當你回來之時 我不要再離開你了 嗯 風姐姐 是啊 我們就那樣 共度了一夜 隔天我醒來時 他已經走了 只留下一封信和幾百兩的銀票 所以我要是給趕回西域 要我遭約定 會只遼風等他 我在艾爾大師兄 一頓巡迹之後 回到本門 可是在幾個月後 我發現自己十一日間 竟然想吐 以他邁向 直到發現 我已經懷了他的孩子 我怕被大師兄發現 適合再次偷偷離開治療峰 接觸到蘇州的一個遠近表現那裡 直到孩子生下 哇 風姐姐 那就是說 你也就個小寶寶了 是弟弟和妹妹 我要看看 哼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一定報給給你看的 我身上是個女孩 我事情那晚的三師兄 有感而發的詩句 把他取名為韓月 這孩子想他爹多些 從小就是不怎麼哭鬧 總是一個人靜靜的自己玩 和小時候的三師兄正是一個樣 在那之後又過了半年 我一看到韓月 就想起三師兄 進不住的去猜想他現在人在何方 擔心他是否平安無恙 這思念越來越是強烈 我之後終於熬不住 很相信把韓月 偷給親戚照顧 一個人來到西域找他 一定 在那之後沒多久 我就遇到了你 原來如此 風姐姐那時說他找了人 就是這位黃埔師兄了 你之所以打聽柔軟成的事情 也想弄自己這麼做 或許就可以在那裡遇到他 對吧 風姐姐 真是辛苦你了 沒想到要喜歡一個人 竟然是這麼辛苦的事情 選機 喜歡一個人有很多種方式 你現在眼界還小 等你長大之後 就慢慢明白的 我真的任先萬為 勞給別人的麻煩 你可千萬別學我 那你娘怪我 幫你給交壞了 我不在乎 我兩隻人性質暖落 還無主見 從來就教不了我什麼的 如果要學的話 我立刻學風姐姐你 話說回來 風姐姐 你今後還是要繼續 找那位黃埔師兄和樓然成嗎 我始終相信 只要能走到樓然 也就等於找到了他 一弟 很抱歉為了一己任性 而突累了你 今後還要不要與我同行 去看你自己了 風姐姐 你如此心誠情深 黃天在上 一定會保佑你 找到你的三師兄的 我反正左右無視 也會繼續幫你出一份力 如果兩位黃埔師兄 不負責 不負責任 我聽你用大棒的敲碗了他 那你把他五荒大棒的帶回去 哇 聽起來很有趣 我也去 我也去 那就有了你們了 這位古兄呢 老實一言 要我代替他親眼見到樓然成 那麽托我們的父 完成他的心願就好了 反正我意思也無處可去 就後著臉皮跟到底吧 風鈴下 以後請多指教 古兄不必客氣 說也奇怪 或許是冥冥中自有註定 咱們會為樓然成何相聚於此 倘若這次於此 倚地 你和冰莉姑娘 還有當初那奇怪的廁所 是我一定都和樓然有關了 樓 樓然 咦 這 真的嗎 我只隨便猜一猜 你別在意 時候不早了 咱們趁早先安歇 於是等明天一早再說吧 嗯